大家好 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的朱灵溪 那么欢迎大家回到我的课堂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在电子商务当中应用很广泛的一个安全协议 SSL协议 那么我们说什么是SSL协议呢 SSL协议呢 也叫安全套阶层协议 那么它呢 是为了在网络当中安全的传输数据 而设计的一种协议 那么现在呢 SSL协议呢 已经被TLS协议所取代了 那么我们说这个SSL协议呢 它和SET协议是不一样的 SET协议呢 是Visa和Mastercard所开发的 那么由于Visa和Mastercard 它是一个支付卡的一个公司 所以说他们开发的这个协议呢 主要是为了在网络上 也就是Internet上 来使用信用卡 而开发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商务交易的协议 那么但是呢 这个SSL协议呢 它是Netscape开发的 那么好多同学可能现在不太熟悉Netscape了 那么对于早期的网络用户呢 对它是很熟悉的 因为在最早呢 网络开始的早期 那么浏览器的最大的厂商就是Netscape 当然后来它被微软的IE所取代了 那么由于它是浏览器厂商开发的 所以说它开发的目的呢 就是在浏览器当中可以安全的传输数据 也就是说使用HTTP协议来传输数据 那么保证的数据在传输中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SSL协议 看这个图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对吧 那么这是一个网站 那么浏览器要访问网站的话呢 是可以通过SSL协议来得到安全完整的数据保护的 那么我们说对于SSL协议来讲呢 我们看啊 它呢本身是基于TCP协议的 那么它在TCP就是传输层之上 那么在应用层之下来进行传输的 所以说呢 它保证了应用层的数据安全 它是一个在TCP协议之上提供的一个安全协议 我们说这是它的协议 那么SSL协议有哪些作用呢 我们说它有这几个主要作用啊 第一个 SS协议要求这个客户队 客户机对服务器端有一个身份的确认 就是说我要 因为它是为了浏览器来使用的嘛 浏览器要访问一个网站 我要对这个网站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web服务器 要有一个身份的确认 也就是我们最早说的这个身份的这个认证性 我要保证这个服务器这个网站的它是个正确的一个服务器 第二个呢 它也可以提供这个服务器对客户的身份确认 那一般来说这个是可选的啊 就是说对于服务器的要求确认是必须的 那么服务器的客户端的认证是可选的啊 然后第三步就是说在客户机和服务器之间 建立一个安全的数据通道 然后呢SSL协议的目标呢 它在设计的初始呢 有这几个目标 第一个呢 它是为了通信的双方来加密传输的这个数据啊 就是我要保证双方在传输数据的这个安全性 第二呢就是一个操作性啊 那么这个对于SSL协议来讲 因为在最早期的时候呢 我们说这个呃 这个服务器和客户机的这个 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 那时候客户机相对来说都比较弱小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呢 它双方的是不太对等的 服务器一般都很强大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说这个通信双方呢 他们的程序是相互独立的啊 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互相并不知道对方的这个编码情况下 来来成功的交换这个密钥啊 这个我们到时候会说 而且它有一个相应的扩展性啊 这是它的学艺的这个目标 然后呢 我们看在使用当中 我们可以在internet的这个选项当中 我们会看到它有一个选项 对吧 你是使用SS2.0 3.0还是TLS1.0 那一般情况下 我们会把这几个选项都给选上啊 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 我们都支持 因为在不同的机器上啊 我们说这个这个 内置的这个SSL这个版本是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你要是一个Windows 当然如果你还在用WindowsXP的话啊 那么可能就是SS2.0啊 那么如果是你在用的Win7可能是3.0 那么在Win10以后可能变成TLS 所以说你这时候呢 我对于要求呢是不一样的啊 因为在网络上有很多老的机器还在使用 所以说你不能把它全部取消 那么这就是保存 那么这个区别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当你使用SS2协议的时候呢 它的HTTP头会发生变化 就是说它会从HTTP变成HTTP-S 那么如果你看到你的网页的这个标题栏当中 这个HTTP这个头变成HTTP-S了 说明这个时候呢 你已经在使用SS2协议了 那么你这个时候呢 你网页当中传输的所有数据都是经过加密的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区别在哪里 那么对于SS2协议呢 它的组成其实有两大块啊 大的来说有两大块 一个是它的握手协议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记录协议 那么对于记录成协议呢 它是负责保证这个数据传输的这个记录啊 那么对于握手协议呢 它其实就是和TCP协议一样啊 我们TCP协议在这个连接之前要有握手 对吧 那么对于这个握手协议也是一样 那么它比TCP的三次握手还要稍微复杂一点啊 我们说它要在客户机和服务器之间建立安全通道之前来交换一系列的安全信息啊 我们说这是它的组成部分 那么我们看对于SS2协议呢 它都包括哪些部分啊 首先它要客户是可以确定服务器的身份 刚才我们说了 第二呢 允许客户机和服务器选择双方支持的加密算法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啊 在最早期的时候这个客户机和服务器他们俩的功能差的有点大 所以说呢 他们可以互相协商一个算法 那么因为有些时候这个密码要求的东西会比较高 第三个服务器可以确定客户的身份 这是可选的啊 那么第四个呢 双方通过非对称密码技术产生双方共同的密钥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哎 他们之间通过一个非对称加密技术产生了一个加密的共同的一个密钥 然后使用这个密钥来加密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传输的数据啊 所以说他的传输数据其实是用对称密钥加密的 但是这个对称密钥是怎么产生的呢 哎 是通过双方互相使用非对称加密算法来产生的一个密钥啊 这个后面我们会说一下啊 那么对于他提供的主要服务啊 我们说第一个这个服务器对对服务器的认证啊 加密数据啊 保持数据的完整性 这个我们就跟着我们以前说的是一样的 我们说对于电子商务来讲 他有三个主要的啊 都我这几个主要的这个呃 安全性要求对吧 我们说第一个认证性保密性完整性 以及不可否认性 对吧 那么对于SSL协议来讲 他可以支持保密性认证性和完整性 当然在这里的认证性是不完全的 就是说他其实严格要求的是客户对服务器的认证 而没有严格的要求服务器对客户端的认证 他不像SET协议对吧 我们说SET协议基本上完全的支持了认证性保密性和完整性 部分的支持了不可否认性 但是在SSL协议当中 他是不支持不可否认性的 他是部分的支持认证性的 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啊 那么他的完整性是靠什么保证的呢 他其实是靠一个这个消息认证码 也就是我们说的Mark码来保证的 那么其实Mark码我们后来会讲到 他就是把我们传输的数据通过哈希函数产成一个摘要 然后验证这个摘要的完整性 这个和我们以前讲的意思是一样的 那么对于SSL协议来讲呢 我们说他的记录层协议是包限定了所有发送和接收的数据包 提供了相应的这个通信和身份真正的功能 我们说SSL协议呢 他是建立在这个TCP协议基础之上的 对吧 所以说他是必须是一个安全的连接的协议 他是个面向连接的 那么我们说在这个TCPIP协议当中 他其实有两个传输协议 对吧 一个是TCP 一个是UDP 对吧 那么所以说呢 对于SSL协议来讲 他支持的是TCP协议 那么UDP协议他就不再支持了 我们说这个是和SET是有区别的 那么在这个SSL协议当中呢 他这个一个记录呢 我们说他有两个部分构成的 一个是记录头 那么另外一个是这个相应的非零长度的数据 那么记录头又根据你数据的多少不同 有两个字节或者三个字节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两个字节什么概念 就是说我的数据特别特别整 正好就等于我要传输的数据块的长度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有两个字节就可以了 我只要有记录头的类型 然后他的记录长度 他的mark值和数据就OK了 但是我们说啊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总会有一些数据是不能整的 对吧 那么就是说我一大段数据分成很多块之后 那么总会有一些块 它是不正好等于我们的记录的长度的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三个字节的记录头了 那么这时候呢 他有一个escape位 就是我记录上来 我真正的数据到哪 剩下哪些就不是数据了 这就是这个意思啊 我们把它ABCDEFGF 分成ABCDEFGHI 那么这个分好之后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他的这个数据 那么这个地方是他的mark字节 那么其中我们看他有一部分 是不可以用的 所以说对于他的记录操作是这样的 首先分段啊 把它一个大的数据 因为我们说啊 在网上传数据 他其实可以可以很大 也可以不大 对不对 但是很大的数据 我们是把它数据分成2的十四次方字节 也就是16K的数据啊 这么大小的一个数据块啊 你小于他就没有问题了 大的话你就按照16K给分啊 分成不同的这个段 然后分段之后呢 哎这个时候呢 哎有一个功能啊 是可以选择压缩还是不压缩啊 但是这个地方压缩一定是无损的压缩啊 就是说你压缩以后必须能解压到原整完整的消息 不能说你压缩以后不能返回了啊 那么这个是这样的 由于这个地方呢 所以说一般我们的预设算法是不预设的啊 因为压缩长度不能超过原有长度1024以上 那么然后呢 最后是计算这个压缩数据的这个mark值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必须要有一个双方共有的密钥 因为我们说这个哈希函数啊 它是可以加密钥进行压缩的 那么加密钥的时候呢 哎他要有相同的密钥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说在数据交换过程当中啊 得到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当时的信息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是要在这里头 这是你的名文啊 如果你有一部分的零 你要给他 如果你的数据不能完全填充16K的大小 那么你就要把它补零啊 但是这时候有个escape位 就是你要记住来 我的真实数据到哪 后面是补零的啊 我们说这个呢 就是你的记录层协议啊 那么它有三个分量啊 我们刚才说了啊 第一个就是它的mark date 第二个是act date 第三个是pending date 什么概念呢 就刚才我们说的啊 第一个你实际的数据 然后呢 是你填充零的数据 然后是你的mark值啊 那么这个mark值呢 它其实是这样算的啊 就是mark值呢 它是这么算的 就是哈希函数啊 这是你的密钥 然后你的实际的数据 你的填充数据和你的序列号 那么这个序列号也很重要啊 其实我们说 SSL协议有很大一部分抗攻击 抗窃听攻击 或者是这个东西的功能 或者是这个东西的功能 是空这个窃听这个序号来保证的啊 那么你可以采用MD2或者MD5算法啊 那么它的长度就是16个字节啊 那么我们上这课讲了 对吧 我们在讲密码学的时候 讲哈希海的数 讲了MD5 对吧 我们说是 哎 是这个128个字节 对吧 那么这时候我们看啊 它其实是由 呃 是两个16进制数 那么一共16个字节 算起来正好是32个16进制数 那么也还是128位 所以说 它是MD5的128位 没有问题啊 那么这个序号呢 就是说 发送方和接收方 都有一个递增的技术器 你发了一个增加一个 发了一个增加一个 那么每次 这个技术器都会被增加 那么这个技术器 一共是32倍啊 那么如果说 我发送数据太多了 那么用不了 用完了以后不够了 那么就从头开始循环使用 就可以了啊 那么对于SSR握手协议呢 它就有两部分构成 一个是握手协议 一个是握手报纹来构成的 那么他们之间 这个握手协议啊 就有点类似于我们TCP协议当中的 三次握手 通过握手来建立一个安全的连接 啊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呢 对于握手协议来说 它包括了一下三个字段 第一个 它的类型是什么 那么表示 它的十种消息类型啊 这个时候是有这几个 一个比特 三个比特和那个比特 第二个 它的长度 表示消息 这个长度的字节数 第三个 是与消息相关的参数 这是握手协议啊 当中包括内容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SSL的握手协议的这几个主要内容是什么啊 首先呢 这是握手协议的一个全过程啊 那么这是画的一个它的互相信息交换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以这个过程来主要讲啊 我们把它讲完之后 大家再回头来看这个图 就能明白这些每一步都是干什么事了啊 那么我们下面一步一步看 首先呢 第一个阶段呢 叫做接通阶段 那么接通阶段呢 它的就是它的启动阶段 就应该就有点类似于我们赛子当中的这个 初始化的阶段 那么这个时候呢 首先 哎 我们说客户机向服务器发送这个client hardware的消息啊 就说哎 我打个招呼跟服务器啊 那么并且等待服务器的响应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看啊 在这个client hello这个过程当中 他发送了他的版本 还有他的客户的随机数 绘画的ID 密码的套件和压缩方法这些内容 啊 我们说这个时候呢 哎 当我服务器接收到我这个 这个打招呼这个时候呢 我就给反回来 因为我要跟你建立 我客户端要和服务器建立一个安全连接 对吧 我要先给他发个消息说 哎 你好啊 我要跟你建立一个安全连接了啊 然后行了 我把我自己的这个相关的版本号 我这边都是什么版本 然后我有哪些加密的方法 我发给你 那么服务器收到之后 哦 可以啊 我也给你回个消息吧 我告诉你 我的随机数是什么 然后绘画ID 哎 然后呢 选择的密码套件和选择压缩方法 因为我给你发了一个 对吧 我可以支持DIS 我可以支持SHA 我可以MD5 我对吧 对都可以 那么压缩方法 我这边可以支持哪些压缩方法 对吧 那么服务器收到之后 我就看看了 对啊 你给我这些 我能不能都满足啊 对吧 我如果都满足呢 我就按照选一个吧 那么选一个 那么这两个随机数啊 那么大家就给点类似语啊 那么可以按照我们上节课讲的 SHAD当中那个Nonsense和Pinses来类比啊 但是不完全一样 但是它通过随机数能有一些作用啊 我们后来会讲啊 然后呢 这个可爱哈喽 第一个消息包括哪些内容呢 我们看 第一个它客户端支持的版本号 刚才我们说了有2.0 3.0和TLS 对吧 你是吃哪个版本 那这个发过去 然后用于生成主密钥的一个32字节的一个CG数 然后一个绘画ID啊 这是它的几个主要信息 那么对于这个绘画ID来讲呢 其实它有不一样的啊 如果不等于零啊 如果不等于零 我们就希望它基于这个绘画来更新已有的参数 创建一个新的连接 如果等于零 那么就希望在一个全新的绘画上建一个新的连接 就是说有些时候我的服务器会断啊 那么如果等于零的话呢 我就希望使用原来那个连接 当然我要重新建立一下 那么如果我不等于零 如果等于零的话 我就就是完全新建一个连接 那么客户区可以来看啊 如果同意以前的绘画ID我还保留着呢 我还能接着使那么我就接着使啊 如果不能使的话 我就返回一个新的绘画ID就可以了 就是说哎 因为大家知道啊 这网络上以前它并不是很稳定 当然现在我们网络相对已经很稳定了 但是在以前可能大家没有接触过 我们用调出几条气 拨号modem上网 经常会掉线 那么如果我已经建立好了一个连接 对吧 那么我突然掉线了 那么我已经传输一半了 对吧 你如果这时候给我把这个传输取消了 我需要全部重传 这个是很浪费的 所以说这时候呢 我希望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接着来传 所以说这个绘画ID是这个概念啊 那么如果已经有了以前的绘画ID 我希望接着用它 那么我这时候就用远来的 如果没有的话 当然我新建了 这个没有问题啊 这个地方大家要理解一下 当时出现SSL协议的时候 网络的情况和现在还是有差距的啊 大家要理解 那么那么在接通之后呢 我们说哎 克兰德哈罗还有一个密码套件啊 那么这个密码套件 我要给他发过去 就说你看啊 他的格式是这样的 用Wiz这个词来揭开啊 我们看SSL 那么DHE 对吧 那么呢 RSA Wiz啊 那么这个地方 DHE RSA 写的是什么呢 带有RSA数字签名的战士 Difford-Hellman Difford-Hellman 密要交换算法啊 这就是他的密要交换算法 那么或者使用RSA 那么这两个是不同的密要交换 我们后面是说啊 另外呢 这个呢 DES 是他的加密算法啊 那么CBC 我们说这是他的MAC算法啊 那么SHA 是他的这个散列算法 所以说 我会把我这边可以做的这个加密算法 给他发过去 啊 这就是他的这个 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压缩算法的列表啊 那么发过去之后 这个时候呢 哎 我们说他就可以来交换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提一下 刚才说的这个DHE啊 就是说 Difford-Hellman Exchange 算法 就是说 Difford-Hellman的密要交换算法 那么他 我们还回想一下 我们最早在讲密码学的时候 对吧 我们讲到了 非对程密码学 是由谁提出来的呢 是由Difford-Hellman提出来的 也就是这个密要交换密码 他的概念是这样啊 我们看 Alice和Bob A和B要互相进行一个密要的交换 那么但是我又不想像那个对程加密算法一样来交换 因为中段会有窃听 对吧 那么这时候呢 我会基于一个素数啊 这个素数P 那么一个大的 当然我这里举例子比较小啊 取了97啊 当然真正学很大了 那么这个圆根啊 圆根 这里G等于5啊 其实一般取2或者取5都可以啊 我们这里就不就取5了 那么这时候呢 A和B就是Alice和Bob呢 他俩就分别选择了一个私钥啊 这是私钥啊 我们记得这个A就是选的是36 那么B选的是58啊 他俩一样选了一个数啊 那么在网上传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啊 他A传给B的是什么呢 是GPA 那么G是5啊 没问题 P是97 那么A是什么呢 A就等于G的A次方ModP啊 就是这个G A就等于这个G的啊 A次方ModP啊 就是对97取模 我们说等于50啊 所以说那个A把50传给B 然后把5097和5传给B了 那么B收到他之后呢 B要做一个运算啊 B呀 P知道对吧 97 然后B选了一个 选了一个密钥 对吧 他是私钥 那么这个私钥 他谁也不告诉对吧 他是58 那么他算的是呢 5到58次方对97取模 对吧 那么就等于44 那么他把44 这个地方就是44啊 传过来 这个地方他传的是什么呢 是36啊 我们把这个44传过来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共同算这个 他的这个密钥了 那么这个密钥就会算出来啊 那么这个对于这个K来讲 他算的就是什么呢 他算的就是 这个44的36次方 这等于75 那么A就能算出来这个K是75 那么同理呢 这个B他算的是A的 就是说A的 就是A我们该传过来 对吧 36 50对吧 50的这个B次方 B次方就是他的取得58次方 A算出来也等75 所以说双方虽然没有传输 但是呢 他们 哦不是 这个地方是50啊 大家这个地方 刚才写错了 因为这个A算出来是50啊 这个是50 所以说呢 这个A50就是公钥啊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多少呢 这个44 也是一个公钥 对于A来讲 他的公钥就是 对于A来讲 他的公钥就是50 他的私钥就是多少呢 就是36啊 那么对于B来讲呢 他的公钥就是44 他的私钥呢 就是58 那么双方根据这一对 两对密钥 那么都可以计算出来 同一个密钥 那么这个密钥就是K 就是75啊 那么这时候 他们就互相交换了这个K 那么对于攻击者来说 他得到了50和44啊 包括7 包括97 要算出75 他是很难算出来的 那么这种算法呢 就是Differ Heiermann的数据交换呢 他是基于 驴散对数求解困难的 这么一个值 那么他和NSA是不一样 NSA是基于大数数分解的一个不同 困难的方法 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 大家知道 那么这个就是最早最早出现的 最有名的Differ Heiermann的 这个密钥交换协议 就是非对称加密算法啊 我们大家记住他 然后呢 我们说当这个 客户机发过去 Cland Server Hello之后呢 客户服务器要回一个信息啊 他会回一个SSL的版本号 包括他也返回一个随机数啊 所以说两个飞机数 客户端一个 服务器端一个啊 他还包括一个绘画的ID 然后他选择一个密码 他选择一个压缩方法啊 他就放过去了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说他启动了第二个阶段 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呢 服务器是唯一的消息发送方啊 客户机是唯一的接收方 概念飞速第一步呢 证书 那么服务器呢 会把这个证书 发给客户端啊 那么这时候呢 因为我们知道啊 这个地方呢 是有证书的 为什么说呢 因为我客户机 要可以认证服务器 所以说服务器一定要证书的 那这个证书呢 我就要把它发过去 那么这个证书怎么验证 我们就不说了 对吧 我们上几课讲过 书的证书的验证 对不对 证书链啊 什么有效值 Data CRL啊 什么日期啊 都要验证 对吧 一串验证好了 才能得到这个证书 然后服务器进行密钥交换 那么密钥怎么交换 刚才我们讲的是 Diff Erheilman的 密钥交换算法 当然还有其他的 不同的交换算法 然后证书请求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是可选的啊 就是服务器 是不是要求 客户机也来认证身份 有时时候需要 有时时候不需要 那么如果需要 我就发证个请求 然后发送握手完成 这就是握手完成阶段 那么这时候发了 他服务器发给客户机 一系列的证书 服务器的公钥 然后可接受的证书列表 和这个压缩算法啊 这些东西发过去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 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是Diff Erheilman 加换算法 密钥交换算法 其实呢 在SSL当中 他的算法有六种可以选 第一个 不需要交换 第二个RSA 第三个命名Diff Erheilman 暂时性的Diff Erheilman 固定的Diff Erheilman 和Foteta 这个六种的 这个密钥交换算法 对吧 那么Foteta 加密钥交换算法 他感兴趣可以再去看 那么如果是使用RSA 做密钥交换 其实是相对简单 对吧 我把我的证书发给你 对不对 然后证书是带着我的公钥 然后呢 我用我的私钥来加密这个密钥 就可以发过去了 然后你收到我的这个证书之后 你就可以拿到我的公钥 对吧 拿到我的公钥 你直接解密 就能得到我这个交换密钥 所以说呢 对于RSA 反而简单 但是有些时候呢 我们说可能不太好做这个RSA 这个这个算法 那么我们这时候也可以选择Diff Erheilman 这个是可以来做的 那么第三阶段就是客户机 鉴别与密钥交换 那么客户机这时候呢 它是客户机 是它的消息的发送方 而服务器是接收方 那么它这个阶段也分成三步 第一个证书啊 那么这个是可以选的 就是服务器如果需要证明自己 就要发个证书 如果不需要就不需要了 对吧 另外一个呢 是客户机的这个密钥交换 它会把这个预备主密钥 发给服务器端 然后呢 证书的验证 那么这时候呢 它要对这个预备密钥和随机数 进行签名来作为这个验证 那么这是这个第三阶段 那么这时候我们看到 它会发了一个证书 然后它会有客户的公钥 然后以及它的相关的证明证书的 这个散列算法 什么概念呢 其实就是签名嘛 对吧 我把我的公钥发给你了 对不对 我把一段散列值 对吧 我把你发过来随机数 我用我的这个私钥签名 对吧 如果你能用我的公钥来解密 这个散列值 能得到这个值是一样的 我就可以证明 这个我这个公钥就是我的 对吧 那么这个呢是可以 这是这个RSA 这个就简单了 对吧 我把证书发过去就可以了 这个不解释了 大家回去一想就明白 这个简单 那么到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我们说 他收到这个密钥之后 双方就可以根据这些 交换的这些数据 就能产生他的 加密的这个密钥了 那么以后的传输 我其实就是 通过这个加密的密钥 来进行传输了 那么最后一段 就是客户居体动 他的握手阶段 就是服务器结束 就是我要结束 这个握手 对吧 我会把这时候的互相交换 那么这时候他改变的密码规格 完成的这个散列值 那么发给这个服务器 服务器收到之后 他把这个已改变的这个规格 和这个散列值也反过来 这样是双方通过这 这两步 这四个的数据交换 其实就已经完全可以生成 我的这个加密这个密钥了 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传输数据了 传输数据 使用相应的密钥加密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 这个握手协议的基本过程 比TCP的三次握手 相对的要复杂一点 因为他要传输一些东西 要进行互相的认证 要复杂一点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SSL协议的 这个安全性的分析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 他的这个加密算法和认证算法 那么加密算法呢 其实他可以值得很多 包括RC2RC4IDEADS都可以 那么加密算法密钥呢 就哈希函数MD5产生 那么这个呢 是可以的 那么其中我大家知道 RC2是块加密 RC4呢 是留加密 这个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那么认证算法 采用的就是我们上节课讲的 X.509的这个电子证书 这个标准 一般是RSA算法做数字签名的 这个认证算法是这样的 那么服务器和这个 这个客户器的认证呢 其实就通过一对公私药 公私药来进行认证 这个认证 其实是我们说的 我用我的私药加密一小段的这个信息 那么这个信息呢 如果你能用我的公药解开 我就可以认为你是正确的这个身份 那么其实双方是一样的 那么下面我们看看这个SSL的优势在哪里 那么它的优势有这几个 第一个 它对于监听和中间人士的攻击 能不能反对 然后呢流量数据分析师攻击 能不能支持啊 截取再拼机和暴力重发式的攻击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呢 对于监听和中间人士的攻击 这个就是说 哎我刚才这样 我们最早讲密码学英文的时候讲的 你两个人在通信 中间我有个第三方 我可以结婚你的所有的传输的数据 并且进行转发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 哎他可以通过这个双方的协商加密 来防止这个监听和中间人的攻击 并且每次都会产生一个函数 生成一个临时的绘化密钥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是可以通过他来防止 那么流量数据分析 这个呢 我们说 呃有些问题 对吧 就是说SSL协议我们知道 他只对数据进行保护 我们刚才在讲的时候 对吧 他的记录层协议 那么前面这个IP头和TCP头 都是在外面的 啊 只有他的数据内容 是在去进行加密的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呢 他的这个IP地址什么的 端口号 其实都是敞开的 都是可以拿到的 所以说呢 他对于流量数据分析室的攻击 是不能防范的 就是说你是防范不了 比如说我要知道 你老给谁发信 那么我是通过你的IP头 我是可以知道你老给谁发信的 这个是防范不了的 然后呢 截取再拼接 这个呢 嗯 基本上对于SS3.0以上 就可以阻止这种工具了 啊 他需要一个相应的 较强的这个连接加密 那么报文重放 这个呢 基本上是可以防止的 因为我们刚才在讲的时候 说过 有个序列号 对吧 因为我双方每次都加一个序列号 如果你再发一个 我刚才那个截取 你再拼接 你再发一次 就是你重放攻击 对吧 你序列号是没有加的 对吧 那么这时候呢 我其实可以发现 哎 这个号是重复的 所以说这是可止 可以防止报文重发式攻击的 啊 这个是知道的 那么SS型是不是就这么好的呢 其实他有些问题啊 就这几个方面问题 大家可以来看一眼 第一个就是密钥管理 啊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说有个最大的问题 刚才我们看到啊 在传送我的加密套件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我支持哪些算法 其实我是用明文传递的 比如说我选了DES 那么我这个 攻击方 我就知道你其实用了这个DES 我就针对DES来 破解就完了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存在被攻击的可能啊 而且SL3.0呢 为了兼容以前的版本啊 它可能会降低一下安全性啊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所有的绘画密钥都是 都有赖于这个MASTER-K 就是主密钥 那么所以说 对于主密钥的保护 如果保护的不好 可能会造成泄漏啊 这是他的密钥管理问题 第二个强度问题啊 这个强度问题 其实不是大问题啊 主要是美国这个规定问题啊 那么美国 他在出口的时候规定 他的国际版的浏览器 只能使用40倍的密钥 那么我们说 现在40倍的密钥 已经完全的不能抵抗暴力攻击了 咱们说多高级的攻击 暴力攻击已经不能抵抗了 三分钟就能破掉了 对吧 所以说这里有个例子 就是美国 法国的一个研究生 和两个美国 伯克利大学的研究生 就已经破译了SSL 这个密钥 所以说呢 对于这种40倍的密钥 现在人们已经 不能太过于放心了 但是由于美国啊 他就想控制所有的事了 不希望这个有些东西 是秘密发送的 脱离政府的掌控 所以说呢 他这边呢 对美国这块呢 他是对这个做了限制啊 其实我可以加 加到64 或者我加更高 但是这时候他不让 所以说这个地方 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签名的问题啊 尤其我们说了 SSL协议呢 是没有设这个数字签名的功能 所以说他就不存在 抗否认服务这个事啊 但是呢 如果您要增加数字签名功能 就是说我就是想增加 那么需要打补丁啊 那么这时候 而且有个问题 就是说你用来加密的密钥 用用用用 同时用一数字签名 这也是有问题啊 但是后来我们说 我们上级课讲的PKI 他完善了这种措施 我们说他是双密钥 就是说你加密解密和数字签名 这个证书是不一样的啊 你加密的专门用加密的密 那么你签名的专门用签名的证书 这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我们说SSL协议还是有些问题的 这个大家知道 然后呢 就是UDP 他是刚才我们讲了啊 对吧 因为UDP 他不是基于连接的协议 对不对 所以说SSL协议 是没有办法提供UDP的保护的 我们知道 我们的这个QQ 他就是基于UDP协议的 所以说对于QQ上 你就不能使用SSL协议 来进行保护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他只接持握手 这种基于连接的协议 而基于不非连接的协议 他是不能支持保护的 然后 那么SSL协议还有一些加密的漏洞 那么呢 这时候呢 我们说这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哪呢 我们总是觉得 我使用SSL协议 我的数据都是加密的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大家要考虑到 SSL协议是加密了 但是他的加密仅限于端对端的加密 就是说我的数据在浏览器发出的时候 是加密的 到了这个浏览器 这个地方 他是加密的 但是进了浏览器之后 到了应用层之上 他就已经是解密的了 所以说如果我已经把你的系统拿下 或者我已经把你的系统黑掉了 那么你的SSL协议 就是没有意义的了 明白吧 他这已经不能再提供 传输层以上的协议 就不能再提供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是不一样的 而Size的协议是不一样的 Size的协议全程都是加密的 就算你把我的系统黑掉了 其实我通过证书还是可以保证我的安全 那这个是不一样的 然后对于SSL协议常见的安全问题 就是常见的攻击 这么几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攻击证书 那么这就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什么一个灯下黑的一个事 就是说有些时候呢 我们过于相信任的一些公共的CA机构 比如说VariSign这些机构 然后我们觉得 只要是他签的证书 就一定是好的证书 其实不是这样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说微软这个RIS服务器 还提供了一种客户端映射 为什么要说RIS呢 我们说这个RIS那是Windows公司 在Windows那个NT 就是Windows Server上提供的 那个I就是这个Web服务器上提供的 一个这种这种功能啊 那是客户端的这个证书映射 什么意思呢 就可以把客户端提到的证书 映射到我的NT的用户账号当中去 这样的话呢 就会给别人提供了一个渠道 什么概念呢 我们以前攻击一个系统 要猜测这个什么呢 用户名和密码 虽然可能会有一些简单东西啊 有一些简单的这种密码设置啊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最有名的这个什么 就是乌克兰军方这个泄密的 对吧 他竟然使用的Admin的密码 Admin的用户名 密码就是123456 这是网红的密码啊 最排名第一位的弱密码 就是123456 所以大家设定密码的时候 一定不能设定123456 这是最最常见的啊 那么我们说 就算我们都把这个密码都设成这样 那么攻击密码其实是一种挺难的事 对吧 我们上天可以讲那个 那个那个就是这个nonsense 就是这个那个nonsense 我们说过对吧 一般我们在做密码的时候 会加上一个nonsense 会加上一个随机数 那么这个随机数 就防止了你的字典攻击 大家回想一下 我上天可讲的内容啊 就会找到 那么这种科技端映射 它其实提供了一个好的方法 就是说 我不需要攻击你的用户了 也不需要攻击你的用户名密码 我只需要找一个什么 哎 这个证书就可以了 我只要找到一个证书 申请了一个证书 然后我就尝试通过这个证书 来取得访问权限 如果你这个证书 被我的系统认定 认可了 那么直接我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就已经映射到你的系统账号了 我通过这个账号 就可以入侵你的系统 所以这一点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啊 然后窃取证书啊 那么最简单 这个我们说窃取证书的方法 就是使用脱楼一密码 那么如果你的科技端证书 你是存在本地上的 就存在文件里头的 那么我只要公 有了一个超约一密码的话 你这个私钥就已经很不安全了 那么我就可以拿到你的私钥 只要拿到你的私钥之后 那么你这个证书就已经实现了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说 所以说我们的证书 一定要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优顿的意义所在 我们大家知道 这就是窃取证书 然后就是如果你使用SSL协议 会有一个很大的安全绑点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后来会讲到 就是说我们有一种 那个叫做入侵检测系统 会检测一些有威胁的这个网络连接 就是说如果有人要入侵我的系统 我是可以通过入侵检测系统来检查出来的 但是呢所有SSL加密的这些数据 他是没有办法查的 他就说我用这个入侵检测系统 是没有办法查你SSL这种加密的协议的 所以说这就存在了一个安全漏洞 但是因为他不会审查 这个受SSL保护的这种网页的服务器 那么这就有漏洞可以被人攻击了 所以说我们说这种灯下黑嘛 你可能有我这个有了加密 就认为是安全的啊 就一些安全层漏洞扫描和网络入侵检测系统 我没有办法来控制他啊 没有办法来检查监测他 所以说呢这就是SSL协议 那么我们说虽然SSL协议呢 不是那么功能完善 但是他简单 所以说他在很多方面都得到应用 就是说如果我不需要太强的商务情况下 那么其实SSL应用的协议还是比较方便的 好吧 那么这一节呢我们就讲到这儿啊 下一节呢 我们再继续往下讲 那么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